新编第三章第17节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乃应得的人施行 其实我已经在读的选科当中 无论是文科或理科 当然我自己本身是理科的 这就是为何我进入在 Trinity Western的时候 是读Double Major 其中一个就是电脑 在里面我会按照我自己第一兴趣 第二就是我知道将来出来能够用得到的学术方面去研究 所以关于理科那些很多都会学习的 因为理科是会帮助了我 不会跟现实生活脱节 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 将来出来侍奉的时候 起码我对于一些真正现实的数字 或者实际上的执行 不会说一笑不通 因为读文科人真的会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你读书有留意的话 我也很留意 读文科人是习惯了指上谈兵 读政治和习惯那些 所以为什么你们看到很多政治 搞到一拍糊涂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文科 他们本身出来辩论的话 其实他们不懂也要扮识 所以就是你相信他就笨了 除非他经过很多十年的经验 他那种的识是真的认识 但是问题如果不是的话 读书人首先都要 你不识 你书人都不要书陣那种 起码放一个款式来扮识 信他你就惨了 所以文科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整个根基的开始 他说服你使你对他有信任 本身就是来自一个的虚荒 这个是我个人去理解文科 很多时候这些所谓辩论 或者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给意见 或者他们说给你听他的立场 很多不是因为他心思熟虑 而是根本他一定要这样 才有机会赢 他们出来不是为了服侍人 很多时候是为了赢 这个做生意或者做工作都知道 但是理科就不是 理科本身就很容易看到对还是错 你一加一 你弄了个88出来 你一定输的 你一定错的 所以理科就是可以说很脚踏实地 即时会帮助我们在执行的事情当中 我们了解了我们的错 并出海边 这个是理科一个很特别的技巧 而另外理科我很喜欢的就是 它是任何一种事件 都有办法尽量用数字 或者用数学或者方程式 去找到一个最接近正确的方向 或者答案出来 这个就是 比如举个例子 有时的大学给一些考试 就是说当一个红绿灯 其实它由黄灯转到红灯的时候 其实它的时间应该多少呢 你可不可以计算出来呢 给一架50kg的车 去面对这个由黄灯转到红灯的时候 给足够多少秒的时间让它杀制 那就是要计算的了 就是计算时间 计算距离 这样去计算一个 就是以前的人觉得 不可能的 原来你读数学的时候 慢慢可以理解很多这些 那么有趣的这些事件 他们尽量怎么用数字去计算出来 比如好像微积分去计算出 究竟一个可乐观的时候 做的尺寸是几比几 才是最限制物料呢 之类这些 很有趣的这些做法 都是自己设计一些方程式出来 去尝试去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去计算出一条车 就是无论是计算 我们所说的 关于股市的循环也好 或者计算很多其他 我们所说的很多曲线也好 理科也是很有趣 怎么都尽量 找一个方向出来 最接近的目标 所以在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理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知道 将来根本你实际上 很多东西都要懂 但是另外 我也是因为按着这个方法 所以我读书的时候 跟好色人都不同了 就是增长知识 只是说这件事都很空泛 增长多少知识 关于生物 还是地理 还是历史 还是经济政治 还是军事 或者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时事 还是关于天气 就是很疯狂 你说增长知识 所以在当时来说 我就不跟很多一般学生 一路读一路觉得出来没有用 但不是我一路读的时候 一路觉得出来很有用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而第三样 我更加在读书的时候 是针对学的 而发觉如果你针对这个学 原来发觉 所有学校的系统 其实已经有提供这个东西 看的东西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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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中一样 就是EQ 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他们彼此之间的 有互动的现象 这个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就算没有参与他们的社区 但我起码都会观察他们的社区 终于第三章第27节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在世间 潜力尋求神路径 沉着你老道 心与灵相应 神啊我盼望 沉着你 心虽然你在头到领 我心愿能信服你还 诚意诛敬 神啊我看望 沉着你 心中知道 你默言傾听 求我到达你面前 善心献奉我身心 呼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